地狱室记载了一段《吴德禅师善诏》开始佛法经过的公案 吴德禅师善诏是守山省念禅师的法寺弟子南岳下九世 曾驻焚阳太子院举阳灵迹宗峰 在焚阳太子院吴德禅师受了不少青年僧人教授禅法 禅师吩咐僧众一切都不可殆尽山门 但是这些年轻学僧有的好吃懒做 讨厌工作,有的贪图享受,难以忘俗 吴德禅师于是说了下面一段故事 有个人死后,灵魂来到一个地方 进门的时候,有个司管对他说 你喜欢吃吗?这里有的是精美的食物 你喜欢睡吗?这里可以随意睡 你喜欢玩吗?这里什么都有 你讨厌劳作吗?这里保证无事可做 此人一听便高高兴兴地留下来 三个月下来就跑去见司管 要求道,吃喝玩乐过多,我已经完全没有兴趣 您能让我做点什么吗? 司管回答他,对不起 这里没有工作 又过了三个月,这人实在受不了 感觉自己已经不能做任何吃喝玩乐的事情 又向司管道,这种日子我实在受不了了 如果你再不给我工作,我宁愿下地狱 司管笑着对他说 你以为这里是天堂吗?这就是地狱 他使你渐渐腐化 煎熬你的心灵 比上刀山下油锅的皮肉之苦 还要叫人受不了啊 青年僧人听到了这段故事 明白了劳作修行的意义 于是开始虚心学习,努力劳作